子玲开麦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新旅行的单元 那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这边要来谈谈的就是 我是对的 为什么我不快乐 那我们今天的邀请到 第一集呢 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资深督导 郑淑萍老师 要跟大家来从亲子方面谈谈说 这个亲子关系呢 怎么就会越来越疏远了 现在就先请淑萍老师 跟大家来问候一下 嗨 亲友朋友大家好 子玲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讲到 就是说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 那我想这个状况会蛮常发生 就是说我明明就是对的 那为什么呢 我其实好像跟我的小孩 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造成了亲子关系越来越疏远 然后呢我也没有觉得真的很快乐 我记得再一次的 我到学校去演讲 然后事后结束的时候 他们的辅导老师就请我留下来 他说他有个事情想跟我一起讨论 我就说好啊 大家有没有想到我刚才讲的 那是一个辅导老师 而且是辅导主任 他告诉我说 很奇怪我已经学了一整套的辅导 然后我也是非常的温柔 而且具有同理心的去对待我的孩子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都没有状况 没有问题呀 可是他的小孩告诉他说 想自杀 他的孩子想自杀哦 想自杀 对 他说他不知道 这一趟人眼是非常震撼的事情 后来跟他聊 等下他的孩子是他亲生的 还是是他的学生 亲生的孩子不是他的学生 对 然后所以他觉得 他就脑袋里面 他就想说 那我是该反省 我要同时反省 然后我还要找出 我到底是哪边 做得不好 不对 对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就是用辅导的这一套啊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 我对我的孩子 是极具有同理心 而且是非常尊重孩子的 当我的孩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然后我也 对 遇到事情我也会跟孩子讨论 而且我也没有说去放纵孩子 或者去 或者去非常严格的去约束他 但是为什么孩子 而且他 我的孩子还没有到青少年时期耶 他怎么会就告诉他说 其实他很难 他 他不喜欢我 还没到青少年 那很小耶 国小而已哦 是 可能也快接近了啦 也许 就是大概是高年级的阶段了 然后就孩子跟他讲说 我真的好想自杀 我不喜欢你 他是不喜欢妈妈哦 对 其实后来我跟他讨论了一下 我就觉得说 听起来好像他都没有状况 他一切都是对的 嗯 然后 但是 我发现 大家都一定会想说 哦 那这个妈妈一定是哪边 有做到他自己认为是对的 事实上是不对的 的确 没错 但是我要 是发生什么事的 我要说 我要说他不对的地方是因为 他全神贯注的在孩子身上 这样也不对吗 因为孩子 孩子觉得 有一种 呃 束缚力 他觉得说 妈妈已经对他那么好 妈妈尽心为了要照顾好自己 为了要带好自己 不断的在学习 嗯 那他 他就一定得表现好 孩子很想表现不好 那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嗯 有时候你觉得对 你什么事都觉得对 而且你想要付出给 给你的孩子 对 都是好的 但是这之中 你有没有允许不完美 哈 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 小复杂 就是说 妈妈她很认真 很尽心尽力的 然后为了她的孩子 所以她去学习啦 修改自己 让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然后呢 她也很有专业的 这些辅导的一个能力 专业的知识 然后她自己态度也很温柔 对她的孩子 可是她的孩子反而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呢 很不喜欢妈妈 甚至是到了自己都想要去自杀的地步 这样子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子啊 所以 所以就是妈妈太好了 让孩子没有可以犯错的空间 是这样子吗 对 我觉得犯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犯错 犯错在错误过程中 你们有了共同互相 切磋的机会 而且你也可以在之间 可以更愿意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也更愿意去听到孩子 孩子为什么犯错 那孩子对犯错 其实他是开心的 还是紧张的 可是听起来妈妈也很可怜 她都这么的尽心尽力的为了孩子 这样子 然后你刚刚也有提到一个 就是她没有回来照顾自己 那她都已经这么认真的付出了 怎么会没有回来照顾自己 她完全 她的付出都是在孩子身上 她每天都在想 但是她有没有每天在想说 我要怎样我才可以开心快乐 我有没有想到 我们就讲平常生活 你有没有想到 其实你今天会想要吃什么东西 有 你想的都是 我常常 我也是 即使是想减重 然后呢 今天实在好想吃火锅这样子 我还是跑去吃了 可是我相信一般的妈妈 都是会去想 孩子想吃什么东西 然后我今天就会什么东西 妈妈会想的是孩子喜欢吃炸鸡 可乐薯条 这些都是垃圾食物 不可以不可以 就算妈妈偶尔想吃 她也她也为了孩子 所以忍着自己不吃这样 所以你说这中间有看到说 好OK 虽然她很想吃可乐 但是你有没有允许错误 吃了可乐 吃了炸鸡炸物 当然对身体会有负命的影响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快乐 你不是常常 那是没关系的 所以请你在生活中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我是对的 为什么我对的 但是我都 为什么我不快乐 你的对是对对对方 还是对你自己 对对方啊 对啊 我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所以我就觉得 从小就让他们不要吃那么多垃圾的食物 我们要吃那个低卡的 健康有营养的比较好 然后很辛苦的准备煮饭 你妈妈这样对你 长期都是这样对你 你会不会疯掉 那角度不一样啊 妈妈会觉得很好 孩子会觉得你不会不要这么认真的 每天煮饭 那么辛苦这样 对啊 不同的角色 对 有不同的感觉 那我都觉得说 其实妈妈的妈妈想的都对 然后那孩子 孩子的表达叛逆也是对的 孩子想自杀是 他不想活了 因为他觉得 妈妈对他太好了 可是他想要叛逆一下 我记得我在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父母亲送了我一台摩托车 然后他会问我什么颜色的 我那时候说我要黑色的 我要非常做女生黑骑士 可是妈妈就觉得说 你女孩子应该要骑白色的啊 骑粉红色的啊 对啊 你想做黑骑士 对 所以但是 但是很多妈妈说 说我会尊重他 但有些妈妈就会觉得说 我的妈妈的角度是说 我有时候是晚上工作的 但是晚上我骑黑色的 比较不容易被看到 被危险 对 妈妈也是颜颜色的跟我解释 那像我这个乖小孩 我就说好啊好啊 那妈妈讲的也对啊 可是其实我内在 就会加一 加一的什么 哦 快了啊 对 然后你 你大概也许你的容忍度 在五之内 你都可以容忍 甚至也好 十之内可以容忍 但是你超过了十之后 就会爆价 对 可是妈妈不知道啊 妈妈觉得说 哇 这女儿很乖 嗯 然后这个女儿 我也尊重她 我也对她很好 我也帮她分析 我买了摩托车给她 也帮她分析 哦 你看 你看我帮她庆祝毕业 然后也帮她买了礼物 对 这真的好棒哦 我真的 我常常都会说 哎 哎 每个爸爸妈妈都要鼓励自己 每做了一件事情 就要给自己说 哇 我好棒哦 我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 然后我想我妈妈应该心里也在想说 我好棒哦 你看我 我为女儿做的这些事情 嗯嗯 我妈妈有没有做错吗 她没有做错啊 可是后来到最后 从女儿的反应中 因为我后来 我就发誓 我 包括我现在开车 我绝对不买白色的 哈哈 就是原始于那种 啊 是哦 你这有点顽形的状况就是 哈哈 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的黑色 黑歧视没有满足 所以之后 从此这个白色就不准出现了 这样 对 这个叫做 其实我给她一个名词 非常美的名词 叫做不了情 哦 对啦 对啊 这是比较浪漫啦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可是妈妈不快乐啊 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 在亲子关系中 你有付出 然后你有学习 可是常常忘了回来 照顾自己 那我想问一下鼠评老师 如果以那一位学校的辅导老师 来讲好 你觉得他如果怎么做 你可能会觉得他比较照顾自己呢 哎 我忽然想到说 我这边也最近听到一个故事 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 你先讲吧 嗯 嗯 嗯 我 我是告诉他说 嗯 嗯 让自己 嗯 允许自己每个礼拜有一天 嗯 也不要煮饭给孩子吃 嗯 嗯 然后就 就先告诉孩子说 妈妈今天放假 嗯 哎 然后你要吃什么自己处理 哦 而且我不见你饭会顿 嗯 其实孩子高兴得要命 哈哈 通常是这样 我听到很多 很多家庭 真的就是 妈妈可能有事 然后呢 把孩子就托给爸爸 就是你们就自己去吃吧 今天妈妈都不管饭了 这样子 就老公跟孩子都很开心 然后 都不晓得玩到哪里去 这样 是啊 我记得有一次 我妈不煮饭 我好开心 我们全家吃泡面 吃得好开心 对对对 其实泡面都很开心 哎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 最近听到的 我朋友的状况 就是他其实是算离婚的单亲妈妈了 然后孩子是跟他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妈妈 我觉得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非常尽责的好妈妈们 但是就很不快乐 那他什么事都会为孩子想 比方说 孩子应该要去补习啦 要上安亲班啦 或者是说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活动 才能对他的将来有帮助 才可以有学习 才不会荒废 将来才会有用的人嘛 那栽培一个有用的人这样子 好 那可是呢 他也不阻止说孩子去放假的时候 然后到这个 以前前夫那边去 然后前夫大概就是会跟婆家绑在一起 就婆家那边就一堆人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他就觉得婆家那边就是不负责任 就是很多不良习惯 好 很多的这个比方说 小孩子想吃什么垃圾食物 什么什么超商买的 或是什么素食店买的 那些很好吃的 我们认为的垃圾食物 只要孩子说 他的前夫一定带孩子去 好 然后呢 只要孩子想 不要去安亲班或者去补习了 好 今天要请假 他的前夫也一定支持小孩 然后就带着小孩去玩 就不去上课了 然后这个妈妈到最后抓公你知道吗 他就很生气很难过 重点是在于 我觉得其实那一些日常发生 也就是就那样了 但是当他真的知道说孩子 很讨厌他的时候 你知道那多伤啊 就是说这个妈妈 他会觉得他为了这这些孩子 好 然后呢 他要很认真的去工作赚钱 才能够让孩子去补习嘛 去学才艺去参加什么 赢对 那个需要很多钱 你要什么学习的东西 妈妈都很舍得花钱买给你 所以妈妈必须很努力赚钱 对不对 好 然后还要努力监督他吃营养的东西进去 煮饭给他们吃什么 搞得自己累死了 然后呢 结果到最后孩子是喜欢爸爸 不喜欢妈妈 很讨厌妈妈 只要跟爸爸在一起就很开心 跟妈妈在一起 哦 孩子都很不想回家 你知道呢 这个妈妈他真的难过到 他说他跟我说他想不见了 好 就一样嘛 就是心里真的超难 他想不见了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就跟淑评老师你说 就是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你可以让自己不定时的 或者偶尔的 如果我就会这么做 在孩子面前就不见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个不见不是我们说的那一种结束掉生命 而是说 对 你就是让自己放空啊 你就不要再背那么多责任 一年365天你都不放下 那朋友找你出去玩好啊 你就丢给前夫啊 那个孩子你就别管了 三天不要联络 对不对 好好的去泡泡温泉 三天回来不会死掉 我觉得孩子可以非常的 常常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更 应该跟这个妈妈关系会更好 没错啊 因为妈妈也放松了啦 我觉得妈妈也放松 而且他也可以就是跳脱 那一个每天固定循环的那种 很有压力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跟环境 那心情或者说他的眼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而且跟朋友出去你可以交换啊 交换说啊 他们家都怎么互动跟孩子怎么有什么有不错的方法 什么什么的这样 嗯 没没错啊 我记得有一次 因为我小时候我的小孩 没有 不是 我家小孩小时候都是我妈妈 就是外婆带大的 帮忙带的 然后有 对帮忙带 那记得有一次妈妈 我妈妈就有事 然后我就请假在家带小孩 结果我妈回来的时候 哇 大爆炸 她说你怎么可以 我就每个人买一桶冰淇淋 你这不正常的妈妈 对买一桶冰淇淋 然后让小孩子坐在那边看电视 我就自己在那边做我的功课 做我的事情 他们好安心 然后他们也好开心 是 可是你妈受不了了这样 对受不了 然后你看 我很少去看到小孩 也不要说是因为是母性 母子天性嘛 然后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小孩就喜欢跟 就是比较喜欢我 然后看到阿嬷 就是会觉得说 哇一大堆规矩这样子 嗯 嗯 我觉得你这个妈妈真的太少见了 哈哈哈 但是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 对不对 嗯 也 至少我 我不会想 一直想说我是对的 嗯 我觉得不要去想说我 哎我怎么我都做得那么好 而且我允许不完美啊 对啊 所以说 我也允许小孩子不喜欢我 也没关系啊 对啊 嗯 我上次听到我一个我的小孩子有讲说 妈妈如果我不在 有一天我不在的 不管是 是生命消逝了或者去国外还是怎么样不在 其实我最不放心的是 那为什么 对 其实我在他们面前有装笨 哈哈哈 嗯 嗯 今天呢 就是邀请到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资深督导 陈淑萍老师哦 来分享 我是对的 为什么我不快乐 然后在亲子关系方面呢 可能大家常见有这样子 越来越疏远的状况 那 其实故事我们从故事当中啦 也希望说 呃跟大家分享 刚淑萍老师讲到一个不要 老是让自己维持在一个 对的跟完美的状态 我们就偶尔犯个犯个错啦 或者是说可以这个 放松一下啦 放空一下 装傻啦 软烂啦 哈哈哈 妈妈可以软烂这样子 好好回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那也许你们的这个亲子的关系会更好 这样子 好那 嗯 就是最后呢 要请淑萍老师也提供一下 我想 呃其实大家难免就是会有在家庭当中 或是说啊 这些亲子关系当中会遇到一个 不舒服不愉快 或自己很很疑惑烦恼的一些地方 有没有一些可以求助的管道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不可能谈到很多嘛 嗯 就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来打19801980 张老师专写 我们都有非常优质的老师跟你一起讨论哦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谢谢高雄张老师中心的资深督导 郑淑萍老师的分享了 谢谢 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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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